好 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97年學測第五題 那我們先聽一下Bette老師的英文發音 好,那這題的話我們看到說 這有一個so後面加一個形容詞 然後再that 對,那這種句型帶出來的話 代表說前面是原因 那that後面這句話接著是結果 對,那我們看一下 前面這邊它是說so 就是加一個形容詞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找一個 適合形容詞形容這個so 對,那如果沒有後面這一段的話 那這個四個答案都可以 為什麼?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意義線索是什麼 那我每一個答案就都是對的 好,那如果你加了後面這個意義線索的話 那它說 she always break something when she's shopping at the store 對,那這個就是這一題的線索 它告訴你說前面這個ABCD要填哪一個 那加上這個以後 這個ABCD裡面就只有一個是正確的答案 因為它就比其他的好 那我們就是要找 後面這個的線索跟前面這些選項的關係 那如果說它說 它去shopping的時候 它去購物的時候 它總是 always 對,那個語氣蠻重的 就說always 幾乎每一次 都會不小心打破什麼東西 它可能 去看一個廚具店 那它不小心就打破一個玻璃杯 對,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代表說這個人 啊 樹它是不是很 不小心 或是說 它常常犯一些小小的錯誤 就是說有點促心大意 因為你一般正常的人 你去shopping的時候 你不會到處打破東西嘛 好,那所以我們這邊就要 填一個類似什麼 不小心 或是說笨手笨腳 或是說 啊,不細心 對,那所以會造成說 它會犯這些錯誤 好,那A,B,C,D裡面 哪一個字有這個概念呢 就是這個C 對,那你看其他的 religious 這是跟宗教有關的 那visual 這跟視覺有關的 那 d,intimate 這是怎樣 這是非常親近的 那 這三個是不是跟 它會打破東西 是不是都沒有關聯 就只有這個comacy 這意思代表說 笨手笨腳的 那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 啊 代表說它有可能會這樣 造成後面這樣的結果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對,就是簡單一個因果題 我前因 那後果 好 在一起 還有 那 有 這 那個 那 這